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淫欲心众的人,有三种表现迹象,看看您有吗? 在佛教中讲,淫欲是生死根本,也是邪淫或是中最严重的,更是佛门最重要的戒律之一 中国古人也常讲,万恶淫未首 所以说,触犯邪淫者,必将会受到因果报应的惩罚 而且,淫欲过度也伤身体 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有一弟子叫罗继彤,非常有善根 有一次,这位罗居士得了重病,他和太太就发愿吃素,皈依佛门 也是得到了佛菩萨的加持,身体有所好转 印光大师见到他时,面色红润,气色很好 当时印光大师就告诫罗继彤说,父母为奇极之忧 这是论语上的一句话,意思是说,身体害了病,会令父母忧虑 所以您一定要慎重 印祖是出家人 不好说得太白,慎重就是指的夫妻遇事 大病出遇,万不可犯 罗继彤也没听明白,过了段时间,已经是脸色苍白 这才得知,自己耗损了精气 没过多久,真的就去世了 自古以来,凡是因为贪爱,色欲,导致身败名裂,家道败落,夭折的人,数不胜数 哪怕不是直接原因,也都是间接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慎重 一般来讲,有这三种痕迹的人,淫欲,心都很重,看看你有吗? 要慎重了 第一,爱发脾气,火气大 生气发火,也是淫欲心的隐患 色目行淫,同名欲火,欲火烧身,淫欲心就重了 所以,唐朝吕洞宾,有一首诗讲,二八家人体四苏,腰间杖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按理教君骨髓枯 为神魔会骨髓枯,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欲火燃烧伤圣经,圣乃先天之本,圣气衰了,人的身体就不行了 前期也会表现出一些痕迹,如记忆力衰退,思维能力下降,智力下降 所以,一定要远离邪思邪念 第二,贪欲过度,贪欲之害,甚于毒舌 贪,称,吃在佛教中称之为三毒 生而凡夫,人可以有正常的欲望,但要有度,自己要有理性,能控制 贪欲过度,就会增长自己的业障 贪欲的范围很广,对事物,凡事带有贪图心,都属于这一类 这里所说的贪欲,主要指的是贪淫欲 对于修道人来讲,冷言经,有云,银心不除,沉不可出 对事俗人而言,贪欲过度,会让人走上不归路 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就已经是个警告了 夫妻感情不合的,离婚的太多了,根本原因 可以说90%的人都是犯了邪淫 第三,没有慈悲心,喜好杀生 诸恶业中,杀业为罪 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喜好杀生本身就是业障深重的表现 而且,这样的人往往多思淫欲 这也是促使自己多造恶业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很多人不以为然,并没有看到恶有恶报啊 其实,天道还有个规律,恶人没恶报,是因为还不够恶 当等到这个人恶贯满盈的时候,老天就把他收走了 以上这三种迹象,都是业障深重的执照 愿大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发心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福报自然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南无阿弥陀佛,感恩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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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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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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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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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